世界 好 好 美式 浴室 台式 法式 澳式 你看 王毅破麻 不戴口罩 白牛奶是什麼泡 白牛奶就牛奶 因為它是白的啊 謝謝 臀 這樣你的肛門不會痛嗎 我不是那一邊去 廢話 快這麼跪 可是你的年紀是國家演藝耶 會不會要錄 那個命名的幽默 你知道漢堡期間是哪一個國家嗎 猜 很爽 為什麼 還怎麼可以講是漢堡禮 肉才是本體吧 要不然要不然我是看漢堡影片長 他就不理 世界漢堡大勺 世界漢堡大勺 我們進學了台北五間 各個不同國家的漢堡店 美式 浴室 台式 法式 澳式 非常有榮 這我介紹 內內頻道的第一個 走內內 過一夜配了 謝謝董內內的 Waku Waku Burger 第一間呢 我們就要吃 日式漢堡 Waku Waku漢堡多感人 我創頻道 上傳影片的那一天的 那一個晚上 我才剛上傳哦 他馬上就寄信來給我說 第二失業 中年男子 我的內內內 他想當我的第一個乾爹 是不是很感人 馬上一定要來拍他 走我們去看Waku Waku Burger 裡面有什麼 天啊 好有質感的店哦 身為第一個乾爹 一定要美顏 大家看這個造景 這個樹 這個木頭 這個浴室的感覺 完全就是浴室漢堡店啊 這個字也太可愛了吧 讓我們來Push它 你看 防疫破麻 不戴口罩 風格就很浴室 很無印 今天你們可以看一下菜頭嗎 主力人來問我介紹菜 是怎麼好意思呢 我要入鏡嗎 看你啦 我都可以 我不要我不要 欸你們要吃哪一類 你們拿出最厲害的啊 看你的誠意了 這個好了 日式 日式風一點 富士山 富士山這個 我覺得姿勢洋芋看起來很厲害 好啊 吃厲害了嗎 就是比較膩 就是可以吃比較白 我才OK嗎 我才是三倍 比較濃 三倍 欸牛奶是什麼意思 他要取一個比較龜的 牛奶就牛奶 因為他是白的啊 謝謝 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情 看你比較 spielt 你知道嗎 我要一個黑糖牛,還有一個黑糖牛奶 烤黑糖白牛奶 還是炭 這不要merslam入! 很辣 還有什麼 抹擦牛奶 白牛奶 不只是菜單名字很假白 電線人件環境都很用心 這個蜜乾蘋果汁也太美了吧 三倍抹擦 白牛奶喔 他是白色 ger隊 他今天幫我們上了小食 雞心辣醬芝士辣 耳 這是雞心辣 雞心辣醬芝士雞翅 聽說這是豚的最愛 老闆說 很辣 我最怕吃辣痛肛門 這是唐陽炸雞 嗨嗨嗨嗨 鮭魚 芝麻醿 我超愛吃芝麻醿 這是菠菜培根湯 這是 還有剩一點點 他說還是要給我們喝喝看 那你一定要都很美 這樣擺出來的心情很煩 這是茶花風味拿鐵 這個我很喜歡耶 好輕鬆 有對不對 沒錯沒錯 羊炸雞 它的雞肉 這意思是強很嫩 雖然說它是我的第一種感爆 就是每年幾乎 但是其實它很不動 其實是好吃 是認真的 它的雞肉很嫩很弱 然後它的它的醬 我覺得味道很好重 它裡面有一些洋蔥 然後剛剛擠了裡面 我們又把清爽拉回來 今天有帶一個 感胖出來幫吃 什麼 驚艷表情耶 好強 它也是口爆系耶 它的醬很好吃 你怎麼這樣 背貌 它還這麼貴 這樣配到誰 鹵鹵鹵湯 它分量比較偏少啦 要講 它的菇味非常重 鮮甜 鮮菇那種嗎 鮮菇嗎 你第一手借我看一下 是菠菜黑燈 怎麼 很營養嗎 這是好喝的濃湯可是 不知道要說什麼 可是它是不是在我 你意思是嗎 對 對 你有沒有看我一直挖 我不敢吃鮮魚 對 出去 鮮芝麻葉沙拉 我很喜歡耶 因為裡面的東西都是我喜歡的 我喜歡半熟蛋 我喜歡鮮魚 我喜歡芝麻葉 我喜歡很清爽的檸檬龍沙拉 它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跟這個搭都不行耶 開始以為它有蛋液 會有奇怪的味道 就說 是符合起來 意外的鮮 比較清爽的 因為很多沙拉菜跟醬 是有點分開的 它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入口就順進去 而且又很花式 就好 就噴下去 這一道來我會推薦大家點 而且它是不是有柚子醬 我吃到柚子味 我想問它 包酒柚子醬 他們兩個同時幫我擺眼 我覺得很受傷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的三倍 抹茶白牛奶 就得成吧 小憲哥我喝一口 什麼意思 好像在京都晚餒 就是這個味道 真的是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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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岸杯 對 他是岸杯 這個是屯最愛的 這樣我明天屁眼的辣豆飯 小憲哥可能會受苦 明天絕對不能清房的辣豆 好辣啊 真的是吉菌欸 很適合當夏酒菜 很適合 很適合 調味很香 而且上面還有起司 這根本是夏酒菜我還沒記得 很鍾愛這一道 可以把這一道吃完 它完全沒有生蛋的那種 腥味 完食 真的好好吃喔 它用雞也好吃 但是現在沒有雷 有雷我也不敢說 今天要貨錢 大家有沒有發現 日式穿它 日式 麵包超人是日式的卡通沒錯 弄黑一直嘎的麵包超人 欸你不要笑我同時超人 可是你的年紀是國將爺爺 真的是變臉大王 真的啊 跟麵包超人一樣 麵包超人就一直變臉 一直換一個 哎呦好像喔 這是日式 哈哈 是不是真的變胖 臉胖歸胖 實在是嫌隙啊 好像都不玩 才在整天上 先介紹 涼了快 快點啦 快點啦 剛剛笑我變胖 那我還吃嗎 還要吃嗎 是啊 變胖還吃呢 要不要臉啊 調整星星 它的漢堡油用奶油 他們的漢堡 他們的漢堡從日本的漢堡去做 日本 日本 啊 還要不要錄 來 第一個漢堡是 炸洋蔥富士山牛肉飯 漢堡呢 就是要假的吃 超X那個 超X那個 超XX 台北人的假掰 我是三重人 不是台北人 啊 漢堡就差一口吃 其實那種日式的親子餐廳 八九層都是點漢堡排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日式漢堡排 日式漢堡排跟大國家漢堡排的差異是 他會加入一些洋蔥或佐料 他弄成漢堡肉飯 可是像每次的那種 就是一整塊都是肉 相較之下 日本的漢堡排又更多風味更有層次 我喜歡 它的洋蔥好香 口感很多 他們的漢堡皮 因為是日本麵粉做的 第一次在那第一次 第一次 嘖嘖嘖嘖嘖 真的比較難聽 貓皮糖 洋蔥酥脆 漢堡肉很多隻 整個漢堡很有層次 我喜歡耶 這是洋芋泥 牛肉吧 我嘴巴沒那麼大啊 它的漢堡肉很厚 真的很厚 它的漢堡皮真的好有嚼勁喔 因為這番茄醬啊 老闆說是他們自己做的 搭這個洋芋塊 更酸甜更好吃 會一塊接一塊 想要過來上他們幾點 小肉很酥爽 整點 綜合莓果煉乳焦糖法師 你可以再嘗一點沒關係 就是很日式的甜點 好少女喔 但是走到一秒 不要吃這個甜點前 超濃郁的鮮奶油 我的反應沒有很誇張 那個乳香味在你嘴裡噴發 很好吃 很好吃 這是法國的鮮奶油 我用愛去打的 聽起來 微酸 對 它真的濃郁到不行 搭配莓果試試看 雙手藉口 我好喜歡這個 我好喜歡這個 這個怎麼賣到五點 拜託大家五點前來 哇 是不是 我的反應沒有在做效果 真的 沒有 上面是烤過的腳掌脆片 所以又增添它 85式的口感 很脆 剛剛跟老闆討論 然後跟內閣蜜們的優惠 我就放在影片的最後面 然後看到最後 我覺得很羞恥耶 這種優惠 好你們等一下自己看 下一個國家 美國 你知道漢堡起源是哪一個國家嗎 猜 猜 古巴 我愛古巴 很多人會誤以為漢堡是起源自美國 或是德國 因為德國不是有個地方叫漢堡嗎 喔 對耶 但是其實呢 漢堡是源自於蒙古 蛤 蒙古 因為在十三世紀的時候呢 蒙古西徵 那時候他們都是騎士嘛 他們會把生肉啊 放在馬鞍下面 摩擦加上鴨 然後就會變成一個 絞肉形式的熟成料理 所以這個料理呢 就這樣子被帶入歐洲 當蒙古登附俄羅斯的時候呢 主要進去歐洲的這港口 就是德國的漢堡 所以就叫做 Hamburger 這小幫手一定很胖 可是這還是很小孩幫我吃 漢堡俱樂部 店內的環境很美式耶 很像美國的Dino耶 NICE 看這個是鮮奶油 可樂跟焦糖奶茶 這個叫鴨餅雙層年 因為我剛有介紹到漢堡油啊 就是在馬鞍下落被鴨餅 所以想說點點看 經典酸黃瓜混醬 拉扁雙餐耶 它肉質很多耶 漢堡也是那麼有養 這間音樂很大吃 這間有耶 它漢堡是有點煎到焦焦的 所以夠油 而且它裡面的番茄、洋蔥很多吃 這間我覺得有美食到耶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吃的漢堡肉 這個很酸 這是紅甜薯甜 好脆喔 很像在吃洋芋片耶 而且它有肉桂香 好好吃耶 來可以加點這個 好吃 奶昔基本上就是液態的冰淇淋 很爽 最惡感一下 奶昔是首選 再加上上面的鮮奶油 奶昔真的是我最愛的飲料吃 經典酸黃瓜混醬 可能會不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酸類的醃漬 多吃一點 打雷薯 點這個 我喜歡這個 這很好吃啊 欸為什麼你會跟我相反 是你覺得那個比較膩 可是這個不會啊 來比較膩吧 你看看你的肚子 好了 我的愛哥 什麼意思啦 這間音樂場 這是我的歌單 那間怎麼會這樣 投我歌單 不要在廁所跳 還有一個國家 我這家 我這家 不為了漢堡製造所 台式有嗎 它的裝潢很可愛耶 這很像我畫的 我幫你畫的聲音有點卡片 可是好像我畫的比較好看 什麼意思 台股漢堡跟瓜仔肉漢堡 跟幾號餐是有薯條的 有薯條的 瓜仔肉其實蠻大的一塊 是我們會想像的味道 可是是好吃的 這漢堡 另外的蒜米拉耶 我以為會拿捲零子的古早餐 大骨排骨包 它中間又是一整片排骨 為什麼排骨可以夾吃漢堡綠 它的排骨是皮炸到有點酥酥的鹹香 它拌其實很厚一搭 而且它排骨有一個重點 就有點甜甜的 它的排骨很棒一點 非常有厚度 非常有厚度 漢堡的台語怎麼說 蛤蠻胖 走 去吃下一個國家 Bonjour 下一個國家的漢堡 法國 法burger 媽 我搞剛要換幾隻 它聽說它的漢堡是 可頌跟軟爆的那一種 挖挖挖 為了你們 我的荷包都快 粉嫩烤牛肉可頌 它有給超級多的欸 這份量很 大啊欸 我要吃囉 先幫你生一下 它有點大 不行欸 它太大 為什麼我喜歡的 它其實好香喔 搭可頌 欸可頌真的好搭喔 裡面很濕 可是可頌又是酥脆的 不管還有什麼是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叉叉叉 這個是香料燻烤牛肉配軟爆 它下面就有一層很厚的起司 然後生菜 黃瓜 洋蔥跟肉肉 辣麵 它軟爆也是有點酥酥脆脆的 這肉控的 它肉都很多 很大般 這邊漂亮姐姐也可以 這邊漂亮姐姐也可以 她幫我年紀比我小 就好看姐姐 謝謝 她受傷了救命之群 因為妳 沒有 好帥喔 這邊她轉過去 白天真實的表情 吃可頌就是要這樣 可是我已經拍過了 我還是很多起司 帶骨牛小排是480 可是大家看一下 整份的帶骨牛小排 這什麼意思 這一份480我覺得很便宜欸 肉才是本體吧 長長的很帥欸 你走開 他們會這樣子 跟麵包分開 社會給客人 原來帶骨牛小排是這樣子 那法文的漢堡要怎麼念呢 是我朋友教我的啊 Long Bell Girl 後面的R到發H的E 好難喔 Long Bell Girl 有比較浪漫嗎 Long Bell Girl Long Bell Girl 好啦吃下一個 最後一間 來搭火吧 澳洲風味的漢堡 還硬要欸 連廁所門也是欸 夠一點每個澳洲的氣泡水 我16 他聽說 澳洲口味是因為他有加了 甜菜根跟鳳梨 奧克漢堡 很厚 一上來我其實有點嚇到 他的蔬菜 疑力非常高 有點先難咬到核心 就中間 澳客牛排的紅麵 吃下一個最壯觀的 夏天很熱帶的感覺 因為他是最後一間 我想說他吃了這麼多漢堡 會不會到最後還是很利 爽感十足 很豐富 料真的很豐富 很豐富 很豐富 他很豐富 很豐富 很豐富 在配口澳洲品牌的紅石有氣泡水 這間是老闆以前在澳洲跟紐西蘭 帶很久 所以他想把那邊的口味帶回來台灣 這間 我們都沒踩到雷 終於 像什麼 我覺得他們的風格都很強烈 感受到他們創業的用心跟堅持 把這個風格帶入台灣 每個都跳脫出很不同的特色 因為這是很值得讚賞的事情 開心吃到這五間店 那在台北就可以體驗各國的文化風景 對 大家吃起來 接下來要看這一集的 活動跟抽獎 兩寶爸爸 這是你昨天 超大嗎 謝謝小胖豬 謝謝小胖豬來幫吃吃 每天少女豬 還打人 少女豬發動攻擊了 要去運動還還債了 我當然要去健身 我現在馬上要去運動 沒有用 你才請教練沒有用咧 你不是發現請教練 有 有 有 你把大拇指塞進鼻孔裡的話 有 他就這樣 我 我大拇指很大耶 等一下 你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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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很奇怪 你的大拇指很會可 你的就不行 你吃飯 不行啊 你就被你打就好 不行他不行 各位那分泌要來這邊 哇哭哇哭 我現在分泌要把大拇指塞進鼻孔裡的話呢 記得在使用大拇指提前 你請先消毒好了 我怕被罵 對 像你的話 你就沒辦法打九折了 那沒關係啊 那就很可惜了 假如你的拇指沒辦法塞進鼻孔裡的話 你就不怕打九折 可是同行有人其中有一個就可以吧 好 雙大拇指你試一下 雙龍嗎 雙龍不行啊 我 我都各塞一個 我都各塞一個 我都挖洞給我跳 他又講出一些大拇指會 你知道就是這樣會比較大 蛤 真的到嗎 你可以傳給我看吧 那留言可以送什麼 我想從留言抽 好啊可以啊 抽幾個 OK啊 那就抽大概 50個 你方便 20個 20個 好啊 那我會從youtube的影片裡面呢 留言抽出20個 龜芋芝麻葉 這個來消費就有送了 拇指是在鼻孔九折 那當然只有這一間 就只有無心街這一間 老闆老闆我是看天內影片 想要打九折 那是九折嗎 這活動到什麼時候啊 上片之後的一個月 上片之後的一個月 那你們不能抵視我的觀眾 不會不會 也不要吵笑他們 為什麼我那麼輕鬆的感覺 你這樣滑進去的感覺 好啊 好啊